这么听起来 你有点不近人情 我觉得还有更过分的呢 还有啊 还有 有一次我们跨年去重庆玩 我着凉了 不舒服 后机的时候 我就在洗手间吐了一次 下了飞机大概是九点钟吧 在他家放了行李 放行李之后呢 我跟他说我特难受 你让我在沙发上躺一会儿 我喝两杯热水 你再把我送回去 他当时跟我冒了一句话 在我家也可以休息 在你家也可以休息 那你为什么不回自己家休息呢 当时我为什么要说这种话呢 因为本身我当时是有急事要出门 我在重庆的时候 朋友电话就打来了 你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比照顾生病的女朋友还重要呀 那我肯定是有重要的事情 而且我的想法就是 第一我不是医生 我当时也说了 我说要不要带你去医院 然后他说不用 我就想让我男朋友坐在我旁边 我喝两杯水 我舒服了 你再让我走不行吗 可是我有急事要出门呀 你有什么急事啊 很重要吗 肯定是有重要的事 要不然我怎么会着急出门呢 最后不还是我一个人打车 去了医院吗 掉了两个小时的点滴 你都没有出现呀 你掉了两个小时的 你有跟我说吗 当时我看到你发朋友圈 我是不是第一时间打电话给你 最后还不是我把你送回去吗 那我需要请你的时候 你不在我 我已经掉好点滴了 我都要回家睡觉了 你再来关心我 你不觉得晚了吗 你不仅仅是这一次 他每次就翻旧账 不仅是这样 还老是说我半夜 把他丢在大马路上 到头绑架我 我也不知道 那我怎么就要丢 我告诉你 那不叫丢吗 我说我要下车 他车比停得比谁都快 然后就要看着我 那不是让我下车吗 我说出来可能大家都不相信 我在开车 也是因为一些小事吵起来了 我这个人不太喜欢吵架 我觉得你吵得挺厉害的 不是 因为这段时间 有些事情 他实在是让我看不懂 然后呢 当时呢就是说 你去哪儿 我送你去 不是你要回家 我送你回家 他说你不要管我去哪儿 你现在把车停下 我要走 我说你往哪儿走 我说你要去哪儿 我送你去 你要回家 我现在就送你回家 你告诉我你去哪儿 他就不干 我没办法 我只能靠边停车 我车刚一停稳 他把门也开跑了 然后我没去追 他就叫我半夜 十点多 把他跪在大马路上 那我想问一下你 你十二点多 跟朋友玩到十二点多 回家的时候 一个人打算回家 你怎么不会觉得不安全 那能一样吗 你从我车上下水 你就觉得不安全了呢 那怎么能一样呢 每次就把这些事情拿出来翻 拿出来说 而且在我朋友面前 从来都不会知道 什么叫做 驾手不可外扬 他有脾气马上就发跳 就比如说有一次啊 朋友晚上个约好了 来打麻将 然后我吃完饭呢 我们俩不知道 是会有什么事吵起来了 然后吵起来之后呢 就是说往回走 他就跟上次一样嘛 不说话 然后也不说他去哪 送他回家他也不干 那我没办法 我是被他那个事情搞怕了 因为他一直翻一直翻一直说 我就说那你跟我 你是不是打麻将吧 你在旁边看着吧 再过去之后 进到包厢里面呢 一进去之后 他就板着张脸 然后朋友就问 你这怎么了 怎么是不是吵架了 我说没有没有没有 我说他有点不舒服 那我没办法 我当时根本就不想让他打麻将 因为我们俩 是因为什么事吵了之后 他根本不管我 他也不哄我 他直接就跟朋友去打麻将了 那你都让我不快活了 我为什么给你好脸色 给你朋友好脸色呀 我不是说一定要去打麻将 因为我本身 我跟朋友约好了 而且我觉得我们俩 没什么大不了的 你不用生气了 你还是去打麻将 你很搞笑哎 不是 我们俩亲女之间吵架 不很正常吗 那你把我哄好了 那你就一定要在我朋友面前 那样子摆脸色 那到底是打麻将重要 还是女朋友重要呢 结果那天 他就一直在那个旁边 那个包厢里面有个沙发嘛 他躺在沙发上背对着我们 结束之后 我就说把他送回去 他直接 当着的木头里面 直接把我手一推开 说搞什么 就是很大声那种 是当时我都很懵 朋友都就是 尽量这样看我们笑话 不止这一次吧 还有那次我们去屋镇 也是五六个朋友一起去的 在那个景区里面嘛 人很多 然后他当时跨了一个小跨包 跨包里面没什么 他让你帮我背一下 我就当时就随口说了一句嘛 我说你不能自己背啊 当时啊 当时我朋友也在旁边上 他自己一个人就往前跑了 就不管我们了 本身我们大家一起出来玩 约好了一起出来玩 你这个行为不仅影响 你自己也知道 有那么多朋友在 你帮我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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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吃个重了啊行不行 有啥不行 分开锅吃行不行 你可以帮助教育别生气嘛 这叫人情味 越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